早上好啊,平凡的一天给自己来点能量 我是个十足的吃货,也喜欢自己动手做饭 来一份西红柿乔麦面,我的动力能持续于上午 吃完饭来拿我大学同学给我寄来的口罩 真是缺啥来啥,前天晚上8点网购抢口罩没抢到 结果10点钟我的同学给我微信,说是要给我寄口罩过来 果真是朋友多了,路好走呀,开始工作了 列好一天的工作计划,然后给朋友,老板,同事,合作伙伴 一一回复信息,顺便再把我今年的党费交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越是长大,认识的人越多 社会经验越丰富,社交困难症却越来越严重 也越来越不懂得社交,就像很多朋友圈里的段子手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安静的小绵羊 跟人主动交往,能男子宝宝 这里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常用的社交规则 一,在人际交往中一定要克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 因为在平时的社交中,或许别人的负面情绪远比你感受到的要大 二,待人处事要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特别是出了问题,要及时沟通,不要等到事情无法收拾了 再用谎言去掩盖,撒谎能直接毁灭一切的好感 三,要学会礼貌,接触的人越多 我发现那些层次越高的人越有礼貌 其实说个你好,请问,谢谢 即使不能给你的社交加分,但肯定不会扣分 成年人的关系都是循序渐进的,因为知道来日方长 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一个做金融的小帅哥 又了解到了很多超出我认知范围的知识 吃饭去了,我是胖七,一个嘚嘚嘚的90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谢谢观看